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 立本 華禁二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辭職擊》 恆生之所 今天高海轉了跌 跌了68點 28506點 成家榜上 今天升得多的 其實是挺個別的 現在的榜上的股份情況 一半半的 升得多的 有百度升6% 小米宣佈做電動車之後 上到它 第一度阻力是27 衝破不了 現在就開始掉頭了 美團升2% 電子升5% 赤晚舟 業績後跌了11% 比起今早的跌幅寬闊了 今天升得多的 都是超跌了的股份 包括比亞迪電子和百度 百度 有說過 就是有一個標刀的家族 基金 Archegos的爆倉概念股 昨天已經大反彈了 幾隻的中概股 帶動中概股的氣氛 昨天就 不過在港股裏面 你說這個概念股 就不多了 都是只有百度而已 今天百度就算是 你繼續守得住開市時的高開情況 今天略嫌成交可能不足一點 因為如果今天上升的時候 它暫時現在半日 差不多半日市了 它才得上個交易日不夠三分一 再有成交 你知道通常成交小於上午 所以今天未必是價量齊升 只是價升而已 不過 就正在 因為你剛才都說的 市高開二百多之後 倒跌了近百 但是在整個過程之中 股份沒有什麼捱沽 似乎現在還在挑戰日中的高位 然後開始回補第3和第4日之間的 第2個列口 因為它日期二、日期三 留下的列口 日期三、日期四都留下的列口 第二道列口上下位 可以告訴大家 214到226 約12元 現在214.6 即是說 目标最短线是226元,看看可不可以做好 当然,市况那位都拉300点阴烛的时候,他挑战地坏 如果下午稍微市况好一点的话,他应该还有得上 即管留意一下 其实近期的中概股除了百度之外,还有一只Bilibili正式立入了科子 他也有个快速纳机,就是想不起这个曲子 所以我都在这里按一按,是我才打算过去按 他今天创上市新高,在香港这边,第二上市新高 美股的话,Bilibili就应该暂时第一个体育位就是 上方是116.3,下方就是90.8.5 现在就开始低位度连弹了四日 现在就是,4月14日就会收市之后 就被纳入这个恒生互联网科技业指数 恒生种子,这些大指数 4月15日开始就生效 所以rebalancing是4月14日 半个月之后左右 今天都对股价都有个支持作用 不排除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亦都是逆着市跌,它就会继续上升 今天一枝明显的阳足 还有一个如果在榜上逆市上升的就是 255比亚迪电池 其实这一枝呢,出现了业绩之后 业绩又不是差 不过就因为都只不过是符合预期 不算是很大大的提振 因为它的业绩其实挺好的 全年顺利都升了两倍多 其实是挺好的 不过因为之前呢 一直都出了一些营起各样的数据 所以就不算是一个很高的惊喜 看到也有大行觉得 其实它的顺利表现就算是顺了预期 不过收入和无理就算是符合预期 OK啦 只不过昨天跌回一点 所以就弹回一点 算是昨天比较出完业绩 有一些会是很喜欢出完业绩 就可能沽一下货 稍微沽了下去 其实它一直这个多月 都只不过就是在四十至四十六个半 这里横行 其实现在都还是 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方向 暂时都是 是啊 虽然升幅听起来就好像很多 但是就未曾脱离一个横行区 危险的话就不危险 大概见到四十元的位置都安全 比她的母亲更聪明 因为母亲今天还是跌百分之二的 说一二一一比阿迪股份 跌着1.8个百分点到167.3 今天低落见到164.4 继续跌穿3月9日的低位 近这几天都一直在徘徊 似乎都没有什么详细 近期就因为这个新能源车的板块 去年是炒得很厉害的时候 今年其实都是一个 埋估的状态里面 所以就未必说有 是特别本身公司有什么的变动 变动 就算小米出车 都算是有提振一下板块 不过见到今天就算是新能源车升 今天早段一点 都是只有小米、百度和长气 因为长气还要出了业绩 尤其是几个主要车股 对比上来 其实长气 只看大数 和汽车销售长气 其实就是胜一筹 不过长气 就算今天在好的业绩大动之下 其实都不是太过 就是今天说的阻力大约在二十三附近 都不是太过上得到去 就正正开在那些位置 已经就沽回来 继续就是因为这些股份 就積了一些的沽压 要消化才可以上得到去 是的 今天开市的时候还挺好 不过当然我们都说 有个明确的分水嶺 要过到才真的买得过 似乎又过不了了 那些好的数据 又是照着有得升 不过站不稳 不好的数据 就还要继续向低位一路沉 所以就小心一点 顺便都看完 轻轻辣卖昨天险过剃头的东风 因为昨天它是差业绩的 它一下子落穿了近日一路守住的七元位置 不过昨天收市前那一节节目 就跟大家说 它就去回六个九毫八收 好像有意想守住某些位置 今天果然都在逆市里头 可以是升到三点五个百分点 它就比今天才出业绩的长期 如果走势一来升幅大 二来就阳烛 虽然成交都是稳定的 所以这只股刀 如果真的大家硬着头皮等的话 都还可以继续等得过 因为都还是守住了七元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去近来的横行的区顶 都要一定冲回村才可以说 买或者加 现在只是发限于那些 叫做坐艇的朋友 不愿走而已 看看七个七左近 是最近横行区的顶部 是的 都是在这些位置徘徊 其实如果说出了业绩的 都很多 大家都可以留言看看想看哪些 就是1137 香港电视 昨天都看到Facebook很多的洗版 因为它又出了业绩 香港科技探索 更专了名 改名做香港科技探索 我看到网上有些流传 有人就 传了message 资讯 叫他去买 是的 香港电视改成香港科技探索 你没有兴趣买一下 都不排除这些可能性 不过似乎比较喜好中概股 始终中概股的资金炒作力度大 香港电视暂时 虽然改了名做科技探索 暂时还是一个香港公司 虽然它也有一个有意 冲出香港 业务那边 它就出了业绩 全年规转盈赚1.84亿 这个营业额 按年升了103% 规转盈 其实就很厉害 赚1.84亿 上年同期是亏2.9亿 不过呢 因为这些 其实也都是 它每个月有公布 它的单额的数据 还有 之前也有预期了 准备 大家都预期了 准备规短盈 所以又 不算超级惊喜 谁知道呢 昨天破完位之后 今天再下来 我看了 C.C.C.是否玩完了呢 其实呢 这一只 我想都非常难玩 我看了 有课的 可能都真的 对黄维基 有信念 它是确保住的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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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一些位置 有时 它真的非常滑 那你现在 看着 12.22 有没有 机会 可以上得 我们先看看 11.92 暂时 是穿了 不过 你看看它 收市什么情况 因为它 这只股份 其实 那个 波动 都是挺大的 那你看看 会不会 待会有机会 因为今天去到 11.76 都上了一点 看看收成是怎样 我看它 就 已经退回 所有之前累积的升幅 因为股份 在12月 其实就横行 在约莫11.12元 后来升了上15.6元 现在又下回11.12元 正路 应该有重仓支持 不过 当然就不会叫你 在阴烛的情况之下 买或者加 小心 謹慎 忘实 恒生指数 半日市 89点跌幅 28,488点 成交又再少了 只有866亿 就是我们去到广告之后 答问题 好 回头见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看看YouTube上的留言 Karen就说 548 它是深谷促 7.26有货 明显阴烛 是继续还是继续 还有三四十 也想看看 如何好 先看看548 8.23 7.26有货 有货 其实本身是一支 你可以长持 甚至收息 都有6厘的股份 但如果你这样问 你应该也是短线 其实它连充了几日 短线来说 如果是超级短线 你可以先吃个护仙 三四七的话 亦都是这个情况 其实你说 如果是看整个 钢铁行业的复缩 其实可以 不过 又是 你4.09有货 现在3.92 短线来说 似乎又弹两弹 又不是很有力 你看短线是否都走一走 好 跟着呢 三八零零 保利协阴 今天就暂时跌两个百分点 这两天都是比较徘徊 前天就大跌八 昨天就大升七 今天跌二 当然价位上 其实就不变 来来回回都是这几个 先左近这些价位 其实不等都等了 都要等了 今天就收市之后 应该就会出业职 当然看完 因为已经有一个很差的预期 是刑警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正路惊客应该不大 继续持有 不需要街都不需要特意去卖 我就有留意他 但我就没有留意451 协欣申能源 如果你说 为何会压后了业职 如果是关于451事 如果451份业职是弱的 这些东西就是意料之外 所以我觉得 又不用太进取 有货就只要等业职 是 好 接着就是 莎莎 她有只3993 不过她说 37元有货 可否回家乡 不知为何37元有货 这半年 其实都没有去过这么高 今次最高都是去到7.67 不知道你多少钱买了 但是你见到很明显就是反弹佛力 还要反弹来到之前的底 5元边就已经 未到5元已经止步了 可否回家乡 其实如果你有牌 短期来说难一点 她曾经试过 应该是一百年 那些高位 六个九毫六都回家乡 其实她上年二月的时候 那时Tesla说 生产无辜电池 她就惨变了 最后都回家乡 就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还有有机会再向下 现在暂时在向下先 Amy指导明问我 她说6.10 她说 有货 12.06可不可以上回 即是你可能的价格在那些位置 当然这两天就开始上回 12.06可不可以 因为最近也搜到底部 似乎都是 这两天都跟大家update过 新州 这只偷博 所谓受累的新疆棉事件 已经开始反弹 到回头 受惠的就是李宁和安踏 已经开始回落 所以我相信有机会 就是继续去做 12元的位置不完 可以 还有如果站稳之后 还有一场 就不要急着 譬如平手走人 始终这个股份 过往的业绩 其实都不差 純粹 担心一些短线的波动 短线的炒作 我觉得就不用太过戒怀 只要继续吧 然后Janny问一百八百 什么位置值得入 前附近有很多大行 调估目标价 最新是22号出了业绩 全年顺利是28.03亿 升16.7% 认业价差少少 跌5% 但也算是不错的业绩 但业绩之后 市场都受压下跌 但其实整个整个上升趋势里面 算是现在都很值得 如果你说要买货 其实这个可以考虑的一只 暂时就先看了17.32 看破顶 然后指示位就放在15元 那现在都可以买入了 3.00clock pass 4 就说763停牌 哪有停牌呢 我按网站 按手机全部都看不到停牌 好不好走 好 20元重货 现在是19.94 6个线都很害怕 那又有什么可能 虽然幅图认真 就不算是太帥 应该这么说 5G都没什么 去有人理很久了 股价都是横行偏向立那只 最近那些低位不如就跌为止蚀 最近曾经最低落过 大概19.4 我觉得跌穿就了结了它 虽然如果你说现价 20元入货 19.4 其实不是跌了很多 但原因是因为你留在这 其实没什么必要 所以始终有个位需要断捨 自己留意住 消息面上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专员呼吁收紧 華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进入美国市场 都是老调重提 从来都知道 这里叫做维持利淡 所以为什么解释了股价 从来都不强 其实本身5G 这边很多股份都跌了很久 真的不知何时才回到家乡 我看到2342 当年前年疫情的时候 应该是上年才硬 疫情的时候 它站得很硬 多时是3元站得很硬 别人跌它都没事 现在已经想到它 挑战2元的齐头罐 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些改了歌词 不过它那首歌 我不会唱 你看你会不会唱 我不会唱这首歌 是不是黎明的这首歌 它改了一些池 总之是坐着艇很惨 坐这首歌 是呀 是呀 我想5G都很多 其实它真的 你过了最当炒的时期 看不明白 我看不明白 要查一下怎么唱 大家不要太期望 觉得一定会长升 可能一度是非常容易炒 过了那段时间 其实都捱沽得很厉害 都是向下的一只 又是高开就立即捱沽 这只经讯通讯 太久没有人去理这些所谓5G的版块 所以我想未进入的都不要特别去留意 大家自己小心一点 有货的话 基本上换走去 好一点 跟着 有位朋友就问 我最近都推了3069 2269 生物科技ETF 涵盖在香港上市的大部分生物科技股份 并不包括A股上市那些 多少钱入得 其实我都是以一个叫做大包围的角度 就打算撩下一些生物科技 当中最重仓的两只 其实大家都为人所共知 2269 其实你看到它好像在做伤底 来到颈线 想冲想不冲 当然有适当的阻力在 但我觉得向下的冲力 其实就已经消化得七七八八 所以我觉得它后市有得大 当然另外一只 比较受欢迎的 亦都是这只基金的重仓 18051 其实走势大致都是相同 营造商底的餐材村 竟然你可以升村才买 但你要知道基金里面 本身有很多只 不仅仅这两只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 没得逐一只去看 我觉得只要跌势开始喘稳 这些股份又高增长的时候 与其买一只半只 怕拼错了不如都是大包围 我觉得现价都可以买 我领军价23元齐头 当然你说放长假期 不知外围是怎样的 你可以放完价才做 反正我亦都不预计它很急 会升的 但纯粹我觉得 来到一个较吸引的估值 而又不想逐一只去选择 选择选错不但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报纸这些 对 我们明天交易日就是复活 节假期前最后一个交易 没错 交易完明天就放假了 对 接着就看看813 就是Jaylene 2598日入了 出了业绩 跌这么多 怎么办 其实就见到即后 大行就说上天目标价 平级跑赢大市 因为它的业绩是一半 因为它的业绩全年顺利 就升15.9% 算是正常 又不是很惊喜 他们就说 看好就说 因为未来销售福合增长率 目标就比超过一成 但股价其实真的见到 业绩都没什么好惊喜 已经跌了下来 你有货的话 你二十五个多入 应该都是适合入 即是拨短线 又不是长渣开的话 你即是入的时候 都放回止蚀位 应该就是放了二十五个一 应该是说 二十五元 应该是说 你看一下 就有没有机会上得回去 如果收穿的 明天的长假期前 就可以看看会否先了结它 除非你有意长渣 另外有位朋友问一只急升股份 其实我有留意到 不过老实 这些股份交投太少 说真的 其实我留意他那天 当然现在马后炮信不信 信不信由你 其实我见那天正正是这一天 第一天 因为那天 其实他日中冲穿了整个横行区 进入捕裂口 当然他后来收市 轻轻收回窄 但是那天 其实也是那些 几千万成交 那些盘子又 变得很阔 接着盘子又梳 估不到他真的 顺利捕裂口 还不肯停 还要升穿 有位朋友就说 什么原因升那么多呢 老实 我又没有什么特别去研究了 纯粹看图 当然他有说到 3月26日 宣布了个特别股息 5毫指美金 当然 其实这些东西 除非你真的长渣 现在这样的走势 其实他是冲进一个 叫做历史顶 所以上方正路就没有得股顶 有货当然保留 你譬如较早之前一个破位 108元就是他前上市顶 只不过是今年1月份的市 我觉得除非回落跌穿108元 否则上方应该都没有得股顶 方子耀 行运近期都挺热炒的 不过这只真的比较冷满一点 大幅波动的一只 当然大家认识他 因为董建华 但是在炒股的角度来说 冷满了一点 大家自己留意 好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下午3点45分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